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地产经纪Ronda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到Kitchener这里有一个在D downtown市中心 它这里有一个新开盘的叫Q Condos 这个condo呢,它是位于这个Art District 在Kitchener市中心的Art District附近 它离这个Google的Head Office呢,就走路10分钟的距离 到Goldtrain Station也是10分钟旁边呢 就是一个,还有这个华铁卢的Campus Health Medication Campus,还有这个McMaster的学校 所以作为大学的Campus就有好几个 而且离Goldtrain也很近 去到D downtown市中心,多伦多市中心 也就做这个Iron和Goldtrain呢 也就是35分钟的时间 去到这个机场呢,Pearson Airport 也就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20到25分钟 所以这个Kitchener这个地段呢 现在在这里投资这个Q Condos呢 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具体的情况 好,我们来到这个Sales Office啊 这个就是它的开发商叫Momentum的这个项目的名字 就叫Q Condos 这个房子呢,它是坐落在这个Kitchener的市中心 这个就是这个Q Condos在Queen街上啊 这是一条主干道,他们的市中心的主干道 在这个可以看到下面,它是一个Historical的Building 就是还保留在那里 在这个Building往上呢,盖出来 在这个区呢,Kitchener这里的Vacancy Rate是1.2 Rental呢,Increase每年是31.4%的在增长 所以它这里租房子出租是非常容易出租的 整个它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omentum这个开发商 它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Kitchener跟Waterloo这一带 是一个local的一个开发商,有着20多年的历史 这个开发商呢,它主要的这个一些Condos 可以看到图上有像One Hundred Condos啊 Gramit Condos啊,Charlie West Condos 都是在这个Kitchener这里,都是他们盖出来的房子 所以他们对这个,而且他们跟市政府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所以包括Zooning啊,包括这些他们弟啊 他们都是清澈熟路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些内装啊 现在还没有完全开盘,还没有开盘 31号开盘,所以现在我们是一个VIP的一个Preview阶段 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就是Google的这个Office 就在这里,Head Office,University of Waterloo 还有它的新的Transit Hub 这是它的这个旁边的Viktoria的公园 很大的一个Viktoria公园,非常漂亮 它这里是一个叫这个Tech District啊 就在这个Art District边上 这里有很多的高科技的公司在附近 我们来看它整个这个Scale Model 整个这一片呢,是这个我们看到前面绿颜色的地的那一片呢 靠近Goldtrain的那边就是整个这块就是High Tech District 左边这边呢,是刚才看到的就Viktoria Park的这个一个湖啊 一个很大的很漂亮的一个公园 这边我们看右手边这里呢 这一个方方的这个呢 是一个University,旁边呢就是Waterloo University的Medical Campus 和这个McMaster University都在这 都在这,City Center,City Hall都在附近 中间那栋楼就是我们要卖的,现在卖的Q Condos 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整个它的Transit呢,会投资868个Million在这边盖出来 而且新的工作机会呢,基本上都是High Tech的高科技的工作 有3万个工作机会 1.52个Billion的投资 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这个City Center 我们看这里呢 就是它的这个McMaster大学的Campus 旁边就是这个花铁卢的这个Campus 这边就是Gold Station,Gold Train 这个I-O-N是他们的这个一个Railway 就在这栋楼的旁边 所以上了车以后直接到Dantan也很方便 到Dantan就25分钟 到多仁多Dantan 然后步行呢 这栋楼走到这个Google的Head Office 也就只要10分钟的时间 这个呢是它的一些内装 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副手 这是橱柜 用的这些材料都是比较高档的 这个房子呢 它主要就是大学附近的房子 一个是University of Waterloo Winfield Lawrence University 也在附近 McMaster University 还有叫Costoga College 也在附近 所以这边的房子 如果买了投资呢 可以租给周围的这些大学的学生 好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整个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是在这一片白颜色的 这些高楼 这些周围的这些设施都是非常齐全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整个这个房子的外观 它的这个车库呢 没有地下车库 它只有旁边有一个四层楼的一个Citated Parking Rent Leasing也非常的便宜 所以作为如果是出租投资的物业呢 租客是付这个Leasing的 然后我们推荐的是两个户型 一个是一家蛋的 图上大家看到这是一个一房和一家蛋 这个一家蛋呢 是有两个洗手间的 这个是两房的 然后两房的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来到它的这个 就这个site的地点 这就是一个三层的一个Historial Building 这个Building呢 会放还是会保存在这里 就在这种楼的上面呢 盖出来 这个是Downtown的这个Kitchener 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这个环境 周围有很多的这个Theatre 还有一些club 就是一些艺术方面的气息是很浓的 这个Kitchener一个小镇 虽然不是特别大 总体来讲呢 它跟华铁卢在多伦多这边周边地区呢 应该是在加拿大的这里 相当于是一个硅谷了 所以离这个Google的Head Office也很近 还有一些high tech的公司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这个项目呢 基本上就介绍完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投资项目感兴趣 关键是它的持价很便宜 只有950块钱一尺 这个是相当于在多伦多市中心一半的价格 而且它是一个未来发展潜力非常大的 一个City Kitchener 这里是IT高科技 应该来说是加拿大这里的硅谷了 会有很多的IT的公司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投资一个房产呢 包括这个Condo呢 是非常的有价值的 增出潜力是很大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呢 可以直接跟我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显示在屏幕下方 好 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